改善运动环境,降低噪音,桃园市平镇区文化公园和石子林公园的篮球场 因为缺乏尾网,打球的民众经常要到场外捡球 篮球场旁的住家也反映篮球撞击篮板的声音很大声 两个问题在回看之后都已经完成改善 平镇区是桃园市第三大行政区 人口密集的平镇有不少社区型的公园 其中去年7月刚完工启用的文化公园,公园内设施 多元是不少家长带孩子放电的好去处 原先文化公园的篮球场没有围网 打篮球的民众经常需要跑到场外捡球 经过民众反应诗员王佩玉协助争取增设围网改善 围网是当然是很方便啊 不会滚出去我们都要跑很远啊 趕快再弹回来啊 对,对文师当然是方便啊 前跟后呢我们增加了围网 因为文化公园它是有非常多的民众非常喜欢使用 那增加了这个围网之后 可以降低这个篮球直接到跑到马路上的这个危险 另外还有狮子林活动中心前的公园 同样是社区型的公园 民众抱怨篮球碰撞篮板的声音 让附近居民头痛 经过了一张反应 诗医院王佩玉和曲公所前往会刊 竞争篮板海绵降低噪音问题 增加了这个篮球板后面的这个海绵 让这个篮球呢 打到这个篮球板的时候的噪音可以降低 也让周边的住户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不会一直听到这个篮球碰撞的声音 公园靠近住宅区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 都有民众休闲游戏和运动 改善噪音和篮球场为往的问题 让民众能安心运动 享受公园带来的好处 也降低周遭住户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